沈妮 真是見識寡薄 我曾想過 要是能摘一顆星星下來 夜裡提著當燈籠就好了 那時 有一位故人告訴我 北冥之地的這種淋浴 就像星星一樣 那你到底是神女西雲 還是小蘭花 我既是神女西雲 也是小蘭花 兩世的種種 我全都記得 那你既然全都記得 為何 莫非 你已不在的 還是說 對我 你還愛她 那 你為何要和我成婚 創始東軍 曾與西蘭一族定下盟約 唯有兩脈連應方能開啟神力 由此 兩族便世代維護三界 你我的婚約也因此而來 這是你我不可背棄的使命 是 如今太歲逃脫封印 三界未在旦夕 我必須獲得無上神力 才能徹底消滅她 你喜歡也好 討厭也罷 這是唯一的辦法 那之後呢 什麼之後 神女無其為消滅太歲 耗盡袁神兒死去 你若是要去徹底消滅太歲 那會有什麼後果 你為何故意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不肯和東方青苍相認 你會死 對不對 是 你和東方青苍有情 你和東方青苍有情 寧願對面不識 也不願她再受半分痛苦 那我呢 你怎麼能 你怎麼能讓我娶了你 還讓我親手送你去死 你考慮過我嗎 嫦恨 對不起 我不要什麼對不起 你明明知道我要的不是對不起 難道你也要跟我說 你沒有選擇是嗎 不是的 是我自己選擇了要做西山神女的命運 自我復生劃行那一刻起 我便選擇了放下毅然悲歡 忽悠蒼生的使命 可你讓我捨棄的是你的性命啊 我 我做不得 我做不得 肠恨 你必须帮我 这世上能称载太罪金身的 除了赤狄就只有东方青苍 现在赤狄一死 他下一个目标 恐怕就是东方青苍 是 你真的要牺牲自己去保护他 我爱苍生 也爱一人